作为跳水超级进行,群鸥蝉小小年纪就化了很多 在东京奥运会上,他在十米台决赛中拿到三个万分 拿波世界进入布的金牌,书写了新的跳水传奇 被视为跳水区历史以来最具天赋的运动员之一 不过,群鸥蝉已经14岁,到了女生发育的年纪 身高体重体系的变化会被他的动作产生影响 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挑战,轻入了他的统治力 那么,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上,他还有可能得罐吗? 对此,何维教练才表示 你要看他年纪小,但是在竞技体育上他是非常有追求的 未来大型比赛,他学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 尤其是杨剑的307B和扯埃森的307C 307B向内翻腾三轮板具体 和307C反身翻腾三轮板宝型 这两个动作难度很大 超越了女人运动员的机械 一般只有男子选手才会挑战 不过,琴红柴已经学会了 但他在冬天奥运会上和全运会上都没有用过 在未来的巴黎奥运会上,就将成为他的杀手剑 看回网友们开个频道,非常期待禅宝的新学照 还能不能把这次能拉开呢 本期视频就要注意 大家一起去训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